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4月9日星期六晚 川普總統連續第三週參加拯救美國集會 並發表演講 這次是在北卡羅萊納州集會 川普為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泰德·巴德助選 還宣布 在賓夕法尼亞州 競爭激烈的共和黨參議院初選中 正式支持穆罕默德·奧茲醫生 在北卡州和賓州 各有一名共和黨參議員不競選連任 初選競爭激烈 去年 川普曾鼓勵他的兒媳婦劳拉·川普 競選北卡州空缺的這個參議院席位 劳拉是北卡州人 在川普2016年和2020年的總統競選中 劳拉都在北卡州為川普助選 他在北卡州人氣很高 但劳拉最終放棄了競選參議院 川普在演講中介紹泰德·巴德時說 當時他接到了一些很棒的國會議員的電話 向他推薦泰德·巴德 但川普問了劳拉 你去怎麼樣? 劳拉說 你知道 他們已經攻擊我五年了 我能休息一下嗎? 劳拉也推薦了巴德 川普說 巴德也是主張美國優先的鬥士 反對民主黨的庇護城市 有勇氣面對犀牛假共和黨人 我們確實有一些犀牛比民主黨人還壞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川普在演講進行到十幾分鐘的時候 就邀請眾議員巴德上臺 然後向觀眾介紹 因為有些人還不認知他 兩天前 左媒國會山報和愛莫生學院 進行的一項新民調顯示 眾議員泰德·巴德在北卡州共和黨參議院初選中 領先兩位屬 而在之前的民調中則是其他人領先 保羅·巴德 今年51歲 是北卡州第13選區的眾議員 4月28日 他宣布參加2022年在北卡舉行的 美國參議院選舉 以取代即將退休的參議員 理查德·博爾 巴德去年投票反對確認拜登獲勝 並在美國憂心議程上從未動搖過 《國會山報》認為 巴德似乎從川普的支持中 得到了很大的幫助 調查中59%的可能初選選民說 川普的認可使他們更有可能支持候選人 週六的集會 北卡州副州長馬克·羅賓遜 也應川普邀請上台發言 羅賓遜也支持巴德競選參議院 他可能在2024年競選北卡州州長職位 週六川普還正式支持 穆罕默德·奧茲醫生 在賓州競選共和黨參議院初選 他說 順便說一下 我今天支持了另一個人 賓夕法尼亞州的奧茲醫生 奧茲醫生是個好人 在哈佛受過教育 事業有成 很久以來一直受人喜愛 當天 川普通過他的《拯救美國行動委員會》 發表了書面聲明 為奧茲醫生背書 奧茲醫生今年61歲 是土耳其裔美國人 電視名人兼作家 退休醫生 川普在星期六的聲明中稱讚這位醫生 反墮胎 在犯罪 邊境 選舉 我們偉大的軍隊和我們的退伍軍人 減稅方面非常強大 並將永遠為我們保受圍攻的第二修正案而戰 據政客網站報導 在多名候選人中 川普他一直傾向於奧茲 上個月中旬 川普還在海湖莊園招待了奧茲和妻子莉莎 據知情人士透露 兩人還共進了晚餐 持續了幾個小時 賓州和北卡州的初選都在5月17日進行 而北卡州的提前投票從4月底就開始了 川普提前3、4週為他們助選 對這兩名候選人來說 接下來的時間正好趁熱打鐵 一舉拿下初選 然後備戰11月的中期選舉 與民主黨候選人一決雌雄 在這次演講中 川普談到 共和黨贏回國會後要恢復美國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神聖原則 他提到了本週五兩個案件的宣判 一個是J-6事件 另一個是密西根州長綁架案 川普說 我們將恢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我們將在此期間為1月6日的囚犯和他們的公民權利要求正義 就像謀殺人的BLM和某A組織都有公民權利一樣 你可能聽說了 這六事件中第一個敲詐審判 他們對人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他被免罪了 因為律師們有效的證明了 他是被警察帶進國會大廈的 川普說的是 一名在去年1月6日進入國會大廈的抗議者 在週五被法官宣判無罪 因為是警察讓他進入國會的 川普緊接著問 還記得南希·佩洛西掌管國會大廈嗎? 還有華盛頓市長 他們負責國會大廈的所有安全 記住 在1月3日之前三天 我們就向他們提出 國防部準備派遣1萬名國民警衛隊來保護國會大廈 如果當時他們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這個做法 就不會有1月6日事件了 然後 川普談到密西根陰謀綁架案 他說 還有非常著名的密西根審判 據說有人要綁架不受歡迎的州長 聽起來很奇怪的是 當中很多人被大陪審團判無罪 其他人是否有罪 陪審團未能做出決定 所以肯定發生了什麼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 激進的民主黨會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們的運動 無論這些辦法多麼違法 多麼不道德或瘋狂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知道 2020年有一個民兵組織密謀綁架密西根州長 格雷琴·惠特默 當年10月 聯邦調查局抓捕了這些人 案件轟動一時 也是在本週五 在對綁架陰謀策劃者的審判中 大陪審團裁決有兩人無罪釋放 另外兩名主謀的人陪審團意見不一 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有罪 法官宣布是無效審判 被告的律師們辯護說 在整個所謂綁架策劃中 有10億人是聯邦調查局滲透入該民兵組織的線人 恰好是這些人煽動策劃綁架案 川普在演講中沒有講具體案情 只說大陪審團這樣裁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在演講當天 川普接受Newsmax電視台採訪 談到密西根州綁架案時 明確說這是一個圈套 他說 這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想知道他穿那件衣服是怎麼想的 這看起來很奇怪 只從一開始就像是一個圈套 我認為這讓很多人現在看起來非常糟糕 川普在演講中同時提到這兩個案件 都是無罪裁決 也很有意思 對陰謀綁架州長案 川普直接說是圈套 那這柳事件呢 川普沒說 但他指出 國會山的安全是佩洛西在負責 而不是總統 那我們就得問了 明知1月6日那天 會有很多川普支持者參加集會 並遊行到國會山 佩洛西為什麼要拒絕國民警衛隊的保護呢? 國會警察為什麼主動讓抗議者進入國會大樓? 當天在國會山 林調局有多少特工和縣人 假扮抗議者 他們都分派扮演什麼角色? 林調局派出11人煽動綁架民主黨的州長 是不是1月6日謀劃的一次演練呢? 川普重點則講到了紐約州 說極左勢力 仍在進行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 點名批評紐約州總檢察長 立體夏詹姆斯 說他競選州長失敗 因為沒有人支持他 在派對上被人說滾出去 他不得不放棄競選回到了檢察長辦公室 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 川普說 詹姆斯為了個人利益 濫用職權是檢察官的不軌行為 從他宣布競選總統那天開始 民主黨左派就開始了政治迫害 試圖讓我晉身 這種事以前從來沒有發生在其他總統身上 這絕對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不論民主黨怎麼調查他 這些案子什麼也沒發現 他都是清白的 川普說 集會現場有一位很棒的警長 並叫他站起來亮相 川普打算未來拍這名警長去紐約收拾殘局 他曾對川普說 你知道自己被調查了 年復一年 數百萬頁的文件被審查 他們什麼也沒找到 想想看 你是世界上最乾淨的人 我必須是最乾淨的警長 川普想啟用這樣的警長 這表明 他在想著怎麼拯救美國的同時 也在留意物色 兼備 品德 能力和勇氣的人 在演講中 川普蓋入了在他領導的四年裡 在許多不同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超過了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屆政府 有趣的是 就在川普講到他四年的成就時 現場傳來了火車鳴笛的聲音 那是川普火車 川普還側耳細聽 然後他問大家 你們看到了嗎? 那個指揮是一名川普粉絲 那是一列強大而美麗的火車 對我來說 這是美妙的聲音 一個美妙的聲音 同樣 像以往的演講一樣 川普批評了喬拜登和民主黨政府帶給美國的災難 他說 現在已經不是談論我們國家偉大的時候了 因為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全世界的笑柄 川普說 我們的國家正在被系統性的摧毀 我們的總統受到挑戰 但他被邪惡和非常腐敗的人包圍著 這些人為了毀滅我們的國家不擇手段 拜登和國會民主黨人引發了失控的通貨膨脹 供應鏈災難 你覺得怎麼樣? 你去商店 貨架上什麼都沒有 有人聽說過嗎? 他們向美國的能源宣戰 現在中產階級 正被史上最高的汽油和食品價格壓垮 在民主黨控制的城市裡 暴力犯罪分子被釋放 殺害無辜的市民 我們在民主黨城市目睹的這種犯罪 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 而激進的左翼法官迫害共和黨人 不經審判 就關押政治犯 我們的孩子正在被灌輸 我們的價值觀正在被褻瀟 我們的遺產正在被消滅 我們的國家正在被一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總統羞辱 川普把這些問題都歸結於2020 他說 從邊境危機到通貨膨脹危機 從能源危機到暴力犯罪危機 從阿富汗災難到烏克蘭災難 我們看到了這一切都是那場可怕的2020的後果 他被偷了 這是一種恥辱 他鼓勵大家不要失去希望 因為在正確的領導下 美國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川普說 事實是 我競選了兩次也贏了兩次 我第二次做的比第一次好多了 我們可能得再來一次 在座有人想再看我競選嗎? 川普說 今年的中期選舉就非常關鍵 有了你們今年11月的投票 我們可以阻止我們國家的衰落 我們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 對選民來說 今年11月的選擇非常簡單 如果你想要高犯罪率 高物價 高稅收 高腐敗和高無能 那就投票給激進的民主黨人 如果你想要一個強大 主權 有償付能力 安全 有保障的國家 那你真的必須投票給美國優先共和黨人 這是常識 如往常一樣 川普強調 今年我們將奪回眾議院 我們將奪回參議院 我們將奪回美國 最重要的是 在2024年我們將奪回我們美麗的白宮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2019年三個月月的鐘 現在我們 Burgan夥電 來的 請 scalable 今更更 Bit 攻考 若 会 序